欢迎回来 大家一定都听过月王勾建卧薪尝胆的故事 全民大剧团这次邀请了知名作家张大春 重新改编故事桥段 推出了情人耿礼出息诗 故事中结合了大量社会史事 像是前一阵子的丢书丢协事件 还把吴王夫差演成了一个瞎了眼睛的执政者 用历史故事反奉我们的政治环境 谁说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 张大春告诉你 政治跟你的生活脱离不了关系 大王我认为可以丢鞋子 鞋子 没错 鞋子容易通过安全检查 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 取之不定用之不解 这方法可靠吗 大王另外还可以用书本 书本 没有错 这是被出卖的吴国 在我国非常的畅销 而且丢书就是凶的卡 我们现在是要去做什么 刺杀父才 这两个能致命吗 全民大剧团的新作情人耿礼出西施 邀请致命作家张大春 跟资深制作人王伟中 改编春秋战国中 月王勾建 卧星长旦 以及美人西施的故事 跟结合社会时事一股奉惊 西施这个故事 简单的说 因为它原来就有两个版的 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能否在一出戏里面 把这两个结局都解决掉 而且都让它成立 在新版故事中 月王勾建为了报复武王夫差 让他卧星长份的耻辱 特地准备了鞋子 猪油 以及畅销书被出卖的吴国 展开复仇大计 甚至辛烂安排 让掌权者夫差瞎了眼的桥段 奉刺当今政治乱象 但是其实就夫差的感觉 他应该什么都不怕 所以他觉得任何一个东西丢过来 他都觉得不怕 但是只是因为他瞎了 不过这个瞎 他这个角色对我来说 在演出的时候 平常就是恍神习惯 没想到要演瞎的时候 反而会不自在 亲人耿礼出西施 强烈讽刺时事 希望当权者 有空也该进剧场看戏 也算是另一种历史定位 好 就这么办 是 哈哈哈哈 好了